不知道同樣我們會在結尾的時候告訴你 所以一定要鎖定直播到最後 好 接下來 天啊 天啊 團長要來了嗎 沒有 他現在是 他現在是個人出席 對 個人歌手成分出席我們《完全娛樂》 好 那我們就來聽聽他的歌聲 歡迎羅宏正帶來的 《沈傘》 嗚 嗚 王宏正 回憶盡頭 沒有一幕該錯過 刪除的夢 請好先放最後 那件衣服 隨從我們 對著被往前走 無法開手 你會不會 海岸 剩我 不能共撐的一把傘 站在雨中不曾離開 誰忘了我們說好 要不見不散 我會一個人撐著傘 曾經還下雨的夜晚 想像你突然躲起 我會問 未來沒有答案 未來沒有答案 不願讓你孤單 願太陽平我陪我陪我陪你去愛 不能共撐的一把傘 不能共撐的一把傘 站在雨中不曾離開 一個人遺憾 我逃過兩個人 逃過兩個人傷害 我會一個人撐著傘 走進海下 雲的夜晚 想像你突然躲起我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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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你不曾離開 愛 我的愛 我的愛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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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 嗨 你好 你好 撐傘 撐傘 今天怎麼忘了帶那把傘 對啊 你的紅傘 對 因為今天唱的是撐傘 那就是不能共撐的一把傘 Oh my God 就不是我們撐了 帶著一點感傷的氛圍 我今天就是為了那個紅傘來的 結果沒有看到他 還以為可以一起撐這樣子 對啊 想說 那沒有關係 因為我12號有活動 Oh my God Oh my God 直接要先講了嗎 因為剛剛說到傘 好 我們來一下 如果要一起共撐的話 就是12號 我們在西門町 來 這個有板子非常的清楚 趕快趁那個大家還在的時候 12號撐傘專車啟動見面會 專車啟動 然後在這一天呢 也會開始預購我的迷你專輯 預購喔 預購是這一天 那如果你有預購的話 就代表說 我們會有一個小小的拍立得 合拍拍立得的一個驚喜 和一份禮物 跟你一起合拍 對 跟你一起 如果有預購的話 那在12號的時候就是呼籲大家 就是可以帶著紅傘 一起來幫我印 那帶紅傘來會有什麼 就是可能因為警察覺得旁邊 所以如果很多人帶著紅傘 可能會引來關注這樣 可能警察也想在那邊發出事 看一下這樣子 對啊 紅傘應援 就是如果說 12號預購完之後 就是1月27號當天 就可以拿到預購的專輯 那憑著這個專輯呢 裡面有送一個見面會的入場券 就可以參加見面會 所以就是有預購的話 大家也可以來現場這邊領取 對 沒有預購 沒有預購的話在1月27號當日 也可以在現場購買 OK 所以不管怎麼樣 就是這一天一定可以拿到 然後就是參加你的見面會 拼那個實體的那個 預購的那個專輯 專輯 裡面就有見面會的 我最想說是專輯沒錯 專輯 OK 不過就是1月12號 因為有拍Lead的關係 所以還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所以1月27是沒有拍Lead 1月27因為可能 都可以來跟你見面了 當天就比較忙一點 就是因為會有一系列的見面活動 所以等於說這兩天都一定要去 如果能來是最好 沒錯 大家是這兩天是一定要去的 好不好 因為其實你也很久沒有這樣 跟大家面對面 對 的一個近距離 對 就是 其實我收到一些消息 粉絲說 好像如果這幾場不來的話 不知道下一次 天啊 就是粉絲自己也好心急 也很害怕 所以我就是會想說要 準備一些滿滿的祝福與能量 與愛 好好的跟他們一起共處這個時光 因為真的太久沒跟大家見面 真的 我也是 好 沒有 大家這兩場是一定要去的 因為本身就是內容 就有點不一樣 對 所以不去可惜 就希望也可以把握這兩場 如果真的人很多很踴躍 因為中南部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就是 一起敲碗 然後讓你出去下去看看大家 這樣子 好的 好 大家要記得這個活動 然後詳其追到你的粉絲 好像也可以看到 對 詳其的消息可以在我的社群網站 都可以看得到 好的 那一定要你來就是一定要好好宣傳你的單曲 你的專輯 對 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整張專輯的內容嗎 什麼的 這整張專輯收錄了三首歌 所以算是迷你專輯 那三首歌裡面其實 就是高校英雄傳的片頭曲和插曲 插曲就已經佔了兩首 那現在聽到這個背景音樂就是撐傘這首歌 也是在三首歌裡面唯一有MV的歌曲 就是在YouTube已經上線了 有有有看到 請大家多多的幫我去衝那個 對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好不好 對 看一下洪正怎麼在裡面跟女主角 有一點小火花 對 這次的MV是很特別有雙結局 所以可以滿足所有不同 不同人的喜好 去決定你要哪一個結局 所以他們可以自己控制 他們想要看哪一個結局這樣子 就是你喜歡這個結局 你就不要看另外一個結局 對 但還是主要就是要點進去看 一定會有人兩個都看 大家其實看完這一個之後 他就想說那另外一個到底什麼 也會看另外一個 其實撐傘算是一個充滿遺憾的愛情故事 但是衍生出來的含義就是說 因為是撐傘嘛 所以就是 我覺得撐傘是一件非常短暫的浪漫的事情 它是有一些比較限制性的 要下雨 或者是太陽 出太陽的時候 但是這個行為是非常短暫 但是是充滿溫暖的 所以就是希望可以透過這個友誼之手 來共同創造一個空間 讓我們可以有一個這樣子良性的能量交換 OK 對啊 你現在是做撐傘這樣的事情 Oh my god 旁邊是異性女 這個其實常常啊 因為在拍戲的時候 我想子豪應該也非常有經驗吧 你先說是什麼經驗 我再說我有 因為我們在拍攝高校英雄傳的時候 正值夏天 梅雨季 所以我們都會希望不要曬得太高 因為要聯繫 對 不能因為這一場超白 下一場黑了一接這樣子 然後殺青完都不知道是誰 好像是要去別的地方發展的感覺 所以就 就會撐傘 那有的時候 不是所有演員都有這麼即時的傘 可以有這個保護 就得共撐 所以就 那不然你們進來一下 這樣子 就一起去撐這個機位 換機位的鐘 OK 戲中撐傘 對 戲中撐傘 所以就是一場 幫好同事撐傘 對 OK 可以 近期就是這一位異性這樣 演員群的大家 對 OK 好 那因為其實撐傘那個好像也有點 就是表達就是 可以幫助別人的意思嗎 那聽說你是一個 好像也不希望大家來幫助你的一個個性 自立自強 是這樣嗎 應該 應該多少都會有一些武裝 我自己 我不曉得大家 因為我覺得這是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說 好像有的時候接受別人的幫忙 你就要去還 你感覺說 會欠了一份情 然後要 要在 未來適當的時間 還的這份情 或者是說 你自己壓力會很大 就是 我要靠自己 我是個男生 我不要接受幫忙 好像變得我很軟弱這樣 但一直到我受得少 所有事情只能夠 交給別人來找 別人來幫忙 所以就是說 在那個時候 我學會了去接受這些 其實是 不要求回報的一個善局 一定是 那也透過這種學習 然後重新學會跟媽媽撒嬌 之前我撒嬌嗎 對啊 你撒一下好了 對啊 我之前那麼久了 沒有看過 之前我都是叫我媽 就媽 媽 可是我現在會說 媽媽 然後咧 對 媽媽 就會抱她一下 然後就說媽媽 你做菜給我吃 謝謝 哇 有這樣的一個 媽媽有想到你這樣的轉變嗎 我的兒子呢 因為我覺得 真的是 你是誰 你給我出來 快離開我兒子的身體 真的是太久沒有跟媽媽撒嬌了 所以說其實當時 自己在做這樣的舉動的時候 的確連自己都不習慣 然後甚至 會覺得 莫名自己都有一點點感動 所以我邀請 所以我正在看這段直播的大家 嗯 重新學會撒嬌 真的 每一個人都需要撒嬌 嗯 嗯 蛤 子虹 等一下子虹很 也很少撒嬌 你們是不是也 你們也覺得子虹不會撒嬌 我覺得他應該 這個包袱很重 比你重對不對 對 天啊 你不覺得他的地板 比較下去嗎 有比較沉 比較沉這樣 不然就是請子虹來示範一下撒嬌 好 就是跟媽媽一些疊字這樣子 媽媽 哇 哈哈 入戲 入戲 腳用技是很正 欸欸欸欸 請 很煩一回來就要這樣 欸 這個 好 不勉強他 天啊 沒有啦 其實那個這個撒嬌的東西 我覺得分很多種類 對 不一定要嘎聲 對 是 沉穩的那種撒嬌 按摩啊 幫媽媽按摩也是一種撒嬌的表現 就釋出那個善意啊 兒子的 有他生氣也是一種撒嬌的表現 講到按摩肩膀有點痠 該不會 該不會 這個時候我就子虹可以來 對洪正撒嬌一下 你不是剛剛跟我說 你前陣子在練按摩嗎 什麼 有嗎 我以為我是被按的那一個 OK 按摩 幫那個子虹幫洪正 可以啊 可以啊 然後小小的關心一下那個 完全娛樂怎麼這麼好 來來來關心一下 提供一個這個平台讓我宣傳 然後還有這種 按摩的服務 這個力道OK嗎 這個力道可以嗎 我覺得非常適中 我覺得很適中 很適中是不是 你們是不是很久沒有在台上這樣 真的 我們很久沒有就是 紅台 我想應該也有就是 紅紅的粉絲在敲碗 我們在同框中 真的欸 做一些這種 是不是真的有一陣子對不對 其實算有一陣子 你說我們見面嗎 對 就是公開場合在這邊 上次是那個 對 交接 可是那好多人也不算 OK 所以現在大家可以好好的接一下 這兩個人的畫面這樣子 對 那說到就是 之前你們都會同台 那現在 洪正自己一個人出來 宣傳壓力會不會很大 旁邊少了一票人 真的欸 還是覺得 太棒了 覺得太棒了 因為本來也都是我來講話 還是一樣 現在 現在有一個壓力就是說 要寄那個宣傳的資訊 因為之前你記不記得 我們都是交給偉晶去做 就是這種比較官方的 是嗎 是喔 官方的這種 幾月幾號什麼時候 在哪裡的這種東西 對 都是交給偉晶的 那我現在是 偉晶對不起 我錯了 我不應該把所有重彈都丟到你身上 沒有啦 因為 可能是因為 兩位真的是 比較熟悉的朋友 所以來這邊宣傳 就真的放鬆 更放鬆這樣子 所以現在自己一個人 跑在外面 會不會大家也都會問你 就是 因為我看你也有 就是表示說 很緊張 就是可能這是第一次 一個人這樣子演唱 或什麼 對 因為之前都是團體的部分 其實 每一個人都分個兩三句子 對 你可能這個唱不好 你就直接再做個Pose 對 下一個人就會唱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人就幫你cover掉了 對 就跑出來這樣擋你這樣子 對 但現在就是說 你唱一個超高音 然後破了一點點 就是你自己的事了這樣 你要裝沒事 繼續把它完成 天啊 因為大家聽得出來就是你這樣子 還是我 那這樣有機會再聽你去唱一些唱跳的歌曲嗎 因為現在都是三首都是慢歌嘛 對 我覺得你這問題提得很好 我會再跟公司好好的討論 天啊 所以 所以是有機會的嗎 你自己會 你是說類似special的舞嗎 就 對 可是就是 然後你後面會有一件舞伴這樣子 就是但是自己一個人跳 我覺得應該可以 可以耶 我覺得應該可以耶 但是就是說 在那個舞蹈的強度上 編排設計上 可能要再經過一些巧思 對 好 那就期待洪正 不只慢歌 快歌也可以帶給大家 對 因為畢竟要趕快出 不然是畢竟 年紀 沒有啦 哇 好 那可以啦 可以 可以 不同階段 我就是不同階段 從一個地方畢業 你不一定就是 要真的再繼續做一樣的事 對 或者是可以做不一樣的呈現這樣 因為唱跳真的很累嘛 對 就是還是要 而且如果是一個人的話 對 就會知道說那些 還在堅持唱跳的歌手們 真的非常的厲害 就知道為什麼人家要電那麼多 因為大部分的時間都要喘 對 對 一定得電啦 得電啦 因為因為Special那時候也是 我們沒有電 我們反而沒有電 所以你可以去聽我們很多的beat OK 好 沒電就是表示實力 我們Special的每一場現場 都不完美 但都很真誠 對 因為大家都想要看這種的 那時候是我們主打 那時候既然 因為走音破音是我們的特色之一 OK OK 尤其是有一些團員就是 總會在關鍵的場合 肚子痛 肚子痛 不然就是 耳麥聽不到 謝謝曾經的Special團長洪正 帶來精采的演出 OK OK 好好好 沒關係這個爆料之後再來 我們現在要進行一個 洪正的call out爆料大會 沒錯 我們上一下那個桌子 因為接下來我們就是要讓你宣傳 這個東西很刺激 你呢就是call好友然後來爆料 如果爆料夠大夠狠的話 你就獲得MV30秒的宣傳 沒錯 那當然這個爆料夠不夠狠 還是由現場的機會來斷 沒錯 因為真的有人來爆料 真的都沒宣傳到 因為爆料太還好 太還好 洪正很怕冷 例如洪正早上起來會刷牙 這種很無聊的 還好 這還好 我真的沒有心裡準備他們會爆什麼料 好 那如果第一個人想要先打給黃燈輝 燈輝哥 對 就是高校的合作完之後 覺得他好像有一些料可以貢獻給大家 他這照片也太帥了吧 很帥啊 他的 怎麼 這是接那邊放出來 沒有他可以直接接 他可以不用call音 可是我們要 沒有聽到嘟嘟嘟 開到最大聲好了 對開到最大 OK掛你電話謝謝 發聲問題 他是說發聲問題 是發聲 好 別忘了他會接上面的喇叭 好 所以你不知道燈輝哥可能會來爆你什麼料 對 但你覺得他是有料可以爆你的嗎 沒有 我覺得以我們在高校的合作 應該是算蠻緊密的 所以 所以他對你應該是蠻瞭解的 所以他對你應該是蠻瞭解的 我要不要重插一次 你重插一次好了 他是吹一下那個 你以為是卡帶是不是 超傳統的 2019年了 我還是會這樣吹耶 不知道為什麼 好來我們請那個 有了 喂 燈輝哥嗎 你好 怎麼了 我想要 我現在正在完全娛樂直播 然後我想要 宣傳我的撐傘這首歌的MV 但是條件就是說 我需要打電話給我的好友 然後請好友爆料 但這個料需要夠很毒 他們才 現場的人 一致認為說這個料夠猛 對 我才有機會去取得這30秒的宣傳機會 對 MV的錄出這樣 對 那不曉得說 很冷靜耶 不曉得說你會不會手下留情的 大的大的 我當然不會手下留情啊 謝謝燈輝哥 謝謝 我一定竭盡 竭盡所能 知道什麼 知道什麼 你私底下不為人知的一面 一併都講出來 講出來 好吧 那就麻煩你爆料 直接來吧 好 那我現在要報了各位這個 完全娛樂的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洪正這一個人 我跟你講 私底下 不只 不是你們檯面看到的那樣帥氣的一個男孩而已 他私底下 也是一個暖男 等一下這個我們要補過 等一下 這個話題我們剛剛已經聊了大概20分鐘了 而且他開頭超長 對 很快 沒有啦 他真的 他真的就是 這個人滿好的 而且 而且私底下真的 很照顧 很照顧 不只 不只 不只對前輩有禮貌 而且很照顧新人 因為讓他做事了30秒的MV錄出喔 東慧哥 謝謝你這麼的挺我 但是我們這個料是需要 比較負面的 對 我們可能是需要比較逗趣的 而且我們都知道 或者是更不為人知的一面 對 更不為人知的一面是不是 給他講出來 好啦 他其實私底下還滿諧星的啦 諧星有什麼例子嗎 什麼樣的 對 就是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他還滿會講一些垃圾話的 多垃圾 就是 其實本來本來就是 導演可能會設計一些梗有沒有 對啊 然後他自己都會在研發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 就沒有想到這個偶像也會講一些就是 蛮那個諧星在做的事情這樣子 是會有一點顏色的嗎 顏色喔 對啊 他比較不偏顏色那一種耶 他比較偏那一種就是諧音梗的 他這個還滿厲害的 喔 諧音梗 非常還好 你可以 這個10秒都不到其實 你可以叫他現場講一個笑話 我覺得應該辦得到 你們現在想得出來嗎 現場講一個笑話 我覺得這個很很 很難啦 因為你一定是接梗的那一種 但是如果我講的好笑 那就算是加分體啦 喔可以 如果真的夠好笑的話 要逗這些姊姊們笑喔 姊姊們 他們還滿難笑的 真的 我試了一年多 還沒有用 還是要不到新房 我講真的啦 我這個人其實不會手下流行的 他真的人很耐手 所以你覺得沒什麼負面的可以講嗎 你覺得他是完美這樣 真的 他在我心中還滿厲害 而且 坦白講我真的覺得 他除了會這個 他除了長得帥 會唱歌之外 他演技真的滿棒的 那他有跟現場的女演員們 有一些火花嗎 女演員的火花 這個應該 有了吧 你說他私底下會調戲 私底下調戲女演員這件事情嗎 什麼 私底下我是 我是女演員 沒有 他會撩妹嗎 會撩妹嗎 還是 撩妹的話 一定要會撩啊 因為如果他是男主角 對方是女主角的話 一定要從這個戲裡聊到戲外 才可以 演出得到 謝謝燈衛哥 燈衛哥 太會了啦 我們講了一個 快四分鐘的 聽你捧紅症的話 謝謝 謝謝燈衛哥 燈衛哥謝謝 我還有一些要講 沒有了嗎 可以了嗎 燈衛哥謝謝 我感謝一定要認識你 敏 останов了 你如果有止會 你的電話的話 謝謝燈衛哥 謝謝 eg oline 你知道燈衛哥癮在練 好不好 還是你真的 什麼 你是真的是這樣嗎 真的收買了它 你有先跟他說過嗎 還是沒有 我有跟他說 這個時間可能會打給你 因為我怕他在忙 或是什麼東西 他也不知道要幹嘛 對 但是他不知道說 是要爆我的料 所以他剛才一整怕 因為我知道這是Live節目 時間很寶貴 就他沒有 所以我剛才說 請說我負面的 有 他人真的很好 不然你打給我好了 你就在旁邊 好 不然梓鴻為了幫洪正宣傳 你知道他剛剛那個沒有秒數 為了幫洪正宣傳 零秒數啊 不然你就隨便爆我的料好了 隨便爆一個 對 為了我的MV 30 沒有問題 如果很大 我們就直接給他撥整首 夠大的話 直接整首給他去 就是例如說 其實我跟梓鴻是情兄弟 這種等級的 這個可以有玩語獨家 然後還有驗息 這太ㄍㄧㄥ 這太ㄍㄧㄥ 好 為了證明 我們做人也不能 因為為了宣傳就不擇手段 OK 好 那怕來個比較 我想得到嗎 我想得到嗎 還要回憶起一些 對 但是如果真的你覺得太完美的話 也是可以不用硬講 沒關係 還是你覺得你接下來打的人也可以 完美爆料 我覺得先試一個先打 好 那只好你想一個 對 可以幫助洪正宣傳的 好 那我接下來想要打給 因為團員很多吧 金寶三 浩鳴哥 寶三哥 寶三哥 會不會整個都是他的垃圾化 對啊 整段 他會不會繞了一大圈 然後再捧你一波 對對對 對 不然我們就講他 哈囉 浩鳴哥 喂 嗨 我在完全娛樂Live 真的還假的 對對對 然後我 這是整人節目 真的啦 真的啦 浩鳴哥 現在旁邊是紫鴻和宇宙 紫鴻和宇宙是主持人 嗨 是紫鴻嗎 是 還有宇宙 好 來 對 我們宇宙 嘿 浩鳴哥 我們就直接快速的跟你講重點 因為今天洪正來到完全娛樂Live 然後他要宣傳他這個撐傘這首歌 那為了要能夠讓他在後面播出 30秒這個MV的畫面 所以我們必須要打開他朋友 報一個料 這個料要夠精采 夠精爆 對 浩鳴哥 夠精爆 講出來 才會有這30秒 你所瞭解的洪正 嗯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的爆料 不是好的 大家都不知道爆料 對 負面的 他們應該要負面的 要負面的 對 最了解 不一定要負面 可能有點辛辣 或者是說 譬如說我的腳毛特別長之類 這種的 大家都不知道那種爆料這樣 或是有看到他跟誰在那邊 或是他左腳的腳趾 因為香膏腳腐爛了 很臭之類的這種東西 真的 對 那都給你們講就好 沒有啦 你 沒有 我們是舉例 好 你可以講話了 好 腳臭算嗎 真的腳臭嗎 但是浩鳴哥你現在這樣講 我就要現場拖鞋 讓兩位主持人驗證 就給他們聞啊 我覺得你腳很臭 然後還有第二個 就是做事太還認真了 哎呦 他認真這個 認真到不行 認真到怎麼樣 認真到有躁鬱症 就認真到很假老啊 就太 我覺得應該很 好 這我們都知道 不是 這太認真 太認真這件事情 太認真了對不對 對 但是 那下一個是什麼 還有嗎 就是腳很臭啊 你們聞看看就知道了 他已經其實拖下來了啦 好 不臭就沒有了 你讓宇宙聞 給宇宙聞 給宇宙聞 你小鈴指定 來宇宙 好 很鹹喔 其實 很厚 你舔過是不是 沒有 這個味道現在很厚 我們上次宣傳中 一般式的時候 就有聞過他的腳 真的超好 其實還好一些 浩鳴哥這個還好啦 我覺得腳臭是有啦 還 那就給他30秒啦 我們給前團員認證一下 真的嗎 不是不是 我說腳臭這個點是有到啦 有到 但是 有沒有證實 就是 我覺得還好 洪正你自己覺得有嗎 這根本就 我覺得 就很臭 真的臭到 完全可以爭取30秒的時間 你因為真的 你知道你的粉絲 會不會覺得 洪正腳很臭 沒問題 因為他們知道說 我就是一整天工作很辛苦 為了宣傳 對啊 沒錯 我剛才 是從大直跑不過來的 你穿這個鞋從大直跑不過來 我為了要省那個經費 OK 捍衛啦 其實就是捍衛 捍衛戰士 那你給不給30秒嗎 好 謝謝浩鳴哥 謝謝 謝謝 好有 浩鳴哥謝謝你 謝謝 拜拜 這個洪正鞋子 脫下也不給30秒 好 最後 最後一位 但是洪正鞋可以先把鞋子穿上 沒關係 謝謝 最後一位 那我就打給前團員 好 我一定要的啊 不要講前團員 講團員好了 好啦 團員 不然有點深思 昔日戰友 說真的 在這邊我還是 就是覺得自己是Special 只是我不好意思講 喔 不會 大家都會 覺得你們是一起的 沒關係 你打開他吧 是誰 我打給程翔好不好 好 來 打給程翔 大家可以自轟 承翔真的不夠自轟 直接 講出來 如果承翔講一個 很猛的 你看 所以跟承翔還有在聯絡 還有 有 那個高校運動中 有去探班 承翔最近不是蠻閒的嗎 你怎麼知道還蠻閒的 我看他就是一直在 捧一些吃的 他好像真的蠻忙的 沒有接 可能在那個 他在唱歌 他今天有去唱歌嗎 承翔 好啊 子虹要 單了 好啊 好吧 還是你打Line他不會接 他是不是在看這個直播 覺得 苗頭不對 我不要接了 喂 喂 喂 承翔 我是洪震 他不來 我在那個 完全娛樂Live 嗨 承翔 對 主持人是宇宙和梓鴻 嗨 嗨 怎麼好不小的傻 嗨 沒關係啦你就去宇百啊 你就去宇百啊 我直接 跟你講 快速跟你講 就是 今天洪森 我跟你講我是故意裝尷尬的 好 沒關係 我直接快速跟你講 因為時間不多了 就是我們 今天洪森來到今天 要宣傳他的那個 撐傘嘛 那他身材有這個MV 那如果他的朋友就爆料的這個爆料呢 夠近爆的話 我們就會在後面播30秒他的MV的畫面 所以等一下要請你爆料一個洪震的一個料 讓我們知道 如果這個東西夠辛辣 大家一致通過的話 洪震就有這個畫面的露出 對對對 陳翔說出來 來我覺得你可以直接講 我想一下 夠辛辣的洪震的爆料 然後我們是都不知道 就你以前常常在裡面抱怨洪震 不是紫紅的料 這個 60秒給你洪震 60秒 等一下 這個應該要60秒 播艾蜜莉的那個花絮吧 紫紅獲得一個選獎 謝謝陳翔 謝謝 拜拜 好 來講清楚 對啦 你不要亂講 你要講洪震的料 對 抱我的料啦 對 抱洪震的料 對對對 不是抱紫紅 對 不要抱我的嘛 OK 紫紅 下次發專輯 我在 對 你在把事實都講出來 OK 我們前提是做人還是要真誠 還是要講真的 好 講真的啦 開玩笑 洪震的料 洪震真的沒有什麼料好爆 你們之前應該都有睡在一起 對不對 你跟陳翔 睡在一起 我跟你講 我以前跟Evan 跟Evan Teddy 不是跟洪震住在宿舍 所以 也沒有 然後呢 我們都很害怕 你們害怕洪震喔 他會幹嘛 很害怕 很害怕洪震 因為洪震永遠都是一個 像迷一樣的人物 迷一樣的人物 可以 對 就是 就是我們可能正常聊天 然後洪震剛好開門出來 我們想 我們做錯事了是不是 就是怕他 就是他也有威嚴是不是 我其實只是想加入 你知道嗎 但是那個氣勢 不知道為什麼會震到大家 然後我要講一個比較好笑 好 來 講 有一次 因為我跟Teddy後來 不是沒有住在宿舍 只剩Evan的人 對 然後後來 不知道為什麼宿舍 可能有其他人去住吧 然後好像有一天 Evan就跟洪震變同一間 然後Evan隔天跟我們講說 他那天睡覺 完全不敢動 可是應該是很初期的時候吧 應該是 他說他連翻身他都不敢翻 我想說他昨晚在幹嘛 這麼緊張喔 我其實真的完全不知情這件事情 沒關係 我知情 Evan有跟你講 沒有 我們大家有一起聊到 對對對 還蠻可愛的啊 就也不是什麼 就是大家 他就把洪震當作一個 就是 領導 那你現在 那你現在會怕洪震嗎 你自己呢 怕洪震 那你現在對洪震的人 不會啊 還好啦 我不會啊 還好 對啦 現在真的還好 真的認識我之後會覺得 就不太會吧 就會覺得我跟就是 表面上看到的 第一印象好像有點差距 是啦 這滿有差距 因為就是 認識之後就會覺得真的是像一個哥哥啦 因為我也有那時候就覺得有時候洪震有點兇 你知道嗎 對 然後就會去打聽一下看其他團員有什麼見解啊 或者是 想要追求這大家是不是一樣的想法這樣子 對 後來就是覺得 可能洪震以前也是老妖出生 講到紳士去了 沒事啦 然後突然他要變一個就是 帶領大家一起就是 對他 努力的一個角色 他就是轉換 對他壓力也很大 那個時候 對對對 但我們就大家都還是愛他 所以他有時候有點兇 這是 its true 好不好 其他的玩笑玩笑 但這個是真實 對這個玩笑 所以你們都沒有一起講過洪震的一個 絕對有 絕對有 就是you know 就是一些洪震的脾氣啊什麼的 但是你知道我真的是個好人 所以我真的就 不會去介意剛才 丞翔說 梓鴻一直在抱怨我這件事 我真的完全不care 沒事都是過去式了 真的啊 我怎麼會 我脾氣這麼好的人 好來 你不要衝動 好這個是丞翔自己再去跟 我想再多一個托人 我剛剛是開玩笑的 好啦謝謝丞翔 歡迎下次再來玩雨 對下次一定要來 謝謝 你們那麼快要把我掛掉 我傻眼 拜拜 我傻眼 謝謝啦 拜拜 Love you 再聯絡我拜拜 什麼啦 他後面在講什麼 沒有他後面說 你們那麼快要把我掛掉 我傻眼我傻眼 沒別人 我以為他要再多一個什麼的 沒有 好那 丞翔這個好像還是可以給一些秒數 因為其實大家都不只 其實我的60秒可以直接給洪震 你說他幫你報的 哪一個嗎 很煩欸 好洪震獲得60秒的MV宣傳 Yeah 謝謝 哇 終於 那梓鴻就先不貢獻了 好不好 你之後再那個 對 我之後再說 好好來 來 我們收一下那個桌子跟手機 我們來再好好來幫洪震宣傳一下 沒錯 是的 我在 1月12號有一個 專車 撐傘專車的啟動見面會 對 那當天就是歡迎大家帶著紅傘來幫我做一個應援 12號的預購 對 因為會有一個一起合拍拍力的一個驚喜 沒錯 因為只有在這個時候才可以跟洪震就是更近距離的 對 合拍拍力的 一起留下美好的回憶 沒錯 那除了這些見面會 我們會不會去 我們會不會去這個 如果有些一定去啊 好像還不能先講 真的嗎 好 這樣聽起來就有點眉目了 這樣聽起來有點眉目 對 因為如果說不會去的話 就說我那天可能 沒有沒有 因為 因為洪震本人還在這裡不太好意思 馬上拒絕 還想說我沒有邀你們 你們要來嗎這樣子 沒有啦 還是大家還是要期待好不好 因為 不僅是裡面還有一些驚喜小禮啊什麼 因為其實要跟洪震拍到這個拍力的也是非常難得的 沒錯 然後第二次的那個見面會也是非常不一樣的 對 而且目前 好不好 目前 我自己很期待啦 哈哈 而且也會唱歌給大家聽吧 對 會帶最新的歌曲給大家聽 OK 所以不只這些面會要分享給大家 還有洪震的MV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點閱 還有支持 是的 然後以及 好 我們現在呢 因為大家太期待你們兩個合體 所以我們現在開放一個三連拍的那個 粉絲截圖時間給大家 就是洪震跟子虹 好 那就是來個三連拍囉 好來 有沒有閃 現場有沒有閃 第一拍 Oh my God 你們藍來白的 好像藍的比較好 我們就是一個白一個藍 來來那你們來 對耶 對耶 你們是真陽春齁 好來來來來來 粉絲來接入我們先來一個 其實我是真的討厭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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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拍一 二 親密一點 親密一點 二 OK 摸凶 摸凶 二 OK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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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不自禁 情不自禁 滿是可以摸名的地方 好 最後一拍三 是要多親近啦 勾手啊 大輩 共撐一把閃 OK 好 共撐一把閃 好 爛 抱起來 抱起來 第三拍 焦修的臉 對 太近了 我快受不了的兄弟 OK 好 謝謝兩人同框的畫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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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犧牲了很多 沒有沒有沒有 不過他其實也很開心 我自己是 自己開心 但是不能講出來 好不好 要保有一定的矜持 是 我明白 好啦 大家繼續支持洪正 要介紹參加見面會 還有預購專輯 謝謝 謝謝洪正 多多支持你 謝謝洪正 謝謝完全娛樂 謝謝 好 等一下你有念大學嗎 我們的演員曲要來 我們先看我們的獨家話序